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除了昨天王力宏提早收工之外 其實今天丟得特別晚 辛苦啦 好 我們二姐呢 從2008年開始 這個初登場 到這個西夢 到鏡花水月 到今年的祝福啊 在每一場演唱會呢 在賣票的時候呢 往往都是秒殺 連加場的時候 也是很快的就賣光了 所以現在有個封號 叫光束惠 太快 要賣票太快 速度這麼快 我覺得每一場演唱會最美麗的風景 就是看到年輕人呢 帶著爸爸媽媽 然後還有帶著阿公阿嬤 一起來看演唱會 你可以摸起來 撤光一下 你看看 這樣有對焦有對焦 沒有人這樣要求 你速度你頭上說得快 好不好 不是重點 但是 一場這麼好的演唱會 我們要感謝幕後非常辛苦的工作人員 謝謝你們的專業 謝謝 給他們掌聲鼓勵 謝謝辛苦的工作人員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好的 當然還有我們最棒的 也最辛苦的贊助我們的贊助商 幕後的推手 首先要謝謝我們的全聯福利中心掌聲鼓勵 我們全聯福利中心的代表賴淑子賴副總經理 來到我們的現場 有請賴副總經理 市場為發言人 張立仁 張副總經理 從後 str會議 謝謝 謝謝 好的 兩位貴賓 這個時候就要邀請到 kingdom 我們今年的女主角 將會二姐登場 有請二姐 歡迎二姐 謝謝 有請二姐 好,我們現在,好,我們媒體大哥大節可以開始 好,有請各位 我們稍微靠近一點了 我們稍微靠近一點了 沒有人 好,我們看一下東劍 謝謝 好,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右手邊 張副總 謝謝 希望浩角香氣 之後如果開演唱會也可以在台上感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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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下來到休息室的時候呢 我們也等了一些 獨到,不好意思 獨到,來,來,來 你咧 二姐,你 好涼啊,好涼啊 你跟我們說廣東話 不在天不在講啊,你說台語 二姐,要教你咧 你不用一直在那邊重步 我一兩次就要我好想 補摸二姐的大腿 在高雄場人家還要用 抱歉,抱歉,可以啦 謝謝,謝謝 好,17場 台北場唱完了 17場,二姐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真的是好像做夢一樣喔 17場 因為在說15場的時候 那時候自己覺得好像 我辦得到嗎 好像做不到 但是我覺得人生還是要有一次冒險嘛 所以呢,我就覺得說 好,那我就拼一次看看 結果想不到 其實到了這今天 第17場 感覺上我好像還可以再唱一百場耶 真的嗎? 再唱一百場好不好 這樣快點喔,要上網頂票喔 快喔 好 沒有啦,開玩笑的啦 只是說我今天要非常感謝 我們所有的媒體 朋友 大家真的是從我一出道到現在 我們的媒體朋友呢 一直都對我非常非常好 就算要寫壞的 也都是稍微點到就跳走了那種 所以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謝他們 對,然後也要感謝我所有的歌迷 這樣一路都 一直這樣支持我 也支持了幾十年了 然後 我才會有今天 對 好像把所有的問題我都回答了對不對 哈哈 差不多 就是心裡面這17場的感覺啦 其實大家都看到眼裡 每一場二姐要上台唱歌的時候 都非常的這個 算煎熬 而且尤其最煎熬的是 每一場唱完之後 他都要躲在休息室裡面 對 你剛剛躲了蠻久的 大家都在 大家都知道其實 就是 心裡面的情緒必須要抒發 對,因為是最後一場啦 所以 我就坐 直接坐在樓梯上面 坐在那邊哭 因為我覺得 就哭吧 因為最後一場一定是很不捨的 所以 而且我覺得二姐她真的是很堅持的人 她連台北最後一場 她還告訴自己說 我要撐住 我不能搞背心 她竟然一直自己在跟自己這樣講話 對啊 但是到最後還是沒有辦法 因為其實 我剛剛其實不太想 不太肯下台 因為我一下台台北的小巨蛋 我就再站不上去了 所以我那時候真的我想站久一點 但是後來 最終還是要下去的 還是沒辦法 還是得面對 因為那個升降機已經按下去了 她必須要降下來 而且啊 其實這十七場 我都有在現場看到最後面 二姐在第十六場的時候 她講了一句話 她說 我好想念你們喔 這樣 她是跟江爸爸江媽媽講的 只有這一場有講 今天江爸爸江媽媽應該也在現場 看二姐這麼好的成績 我們再次給二姐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掌聲鼓勵一下 給爸爸媽媽掌聲啦 好 好 那麼 接下來呢 我們這一段要來播一段VCR 一個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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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要再有驚喜了吧 今天張惠妹已經把我嚇死了 真的 真的 我真的是 哇 阿妹真的犧牲很大 對 因為她 她太投入了啦 太投入這個演唱會啦 所以說她才有這樣驚人的表現 刀根姐又太高了 好 那二姐我們這一段VCR要獻給你的 來 一起來欣賞這段VCR 相當不想要點 我們祝你 永遠快樂 健康 平安 平安 平空 快樂 幸福 幸福 好幸福喔 二姐 不敢啦 不要哭啦 二姐 你好好去看電話 夜到好暗室 吹到好看你 可以靈魂 回饋囉 一路感到漂亮 二姐 我愛你 但是要嫁 我來帶你 二姐 我愛你 你原來是我們的二姐 二姐 我在這 二姐 三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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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姐 你要不來電話 三姐 三姐 你要不來電話 不然我對小軍來電話 我給你我介意 你好 二姐 明明 三姐 三姐 阿嗨 阿嗨 我們都會好好的 你也要好好的 反正 我們都會跟你在一起 耶 真的是粉絲們送給我們二姐的一段非常好的助詞 你們好可愛喔 真的 到最後他們都站起來跳舞耶 我跟你講喔 高雄的八場喔 這個舞群那個三菱老師 你們可以回香港休息 就直接叫他們上台跳 直接半舞了 樂隊老師喔 前面那三首主曲的時候 一邊拉一邊跳 對啊 非常嗨 謝謝你們謝謝 好那麼這一段VCR呢 我們親愛的歌迷朋友送給我們二姐 是 那麼其實畢業呢 我們都會有一本畢業紀念冊 那麼我們今天也準備了一本 祝福畢業紀念冊要來送給二姐 那裡面已經有人留言了 真的喔 哇 第一頁是我們的 子虹老師 哇 怎麼才三個人 沒有這個之後呢 我們高雄廠會留給我們現場的粉絲一起來留言 對 你要不要幫大家讀一下子虹老師給二姐的話 好 我來唸一下喔 子虹老師的字實在是很漂亮 漂亮 他說 對於你退休的決定 最支持的人是我 最難過的人 可能也是我 我會永遠懷念這十幾年來 與你吵吵鬧鬧的時光 退休以後 如果無聊 想找人吵架 你可以找他這樣 我已經不錄唱片了 所以我不會跟他吵架了 你一定要好好的 開心的過日子 今後無論什麼事情 一通電話 我永遠都在 子虹老師這樣 謝謝 謝謝 謝謝子虹老師喔 謝謝老師 接下來是我們的 川哥的留言 喔 你看 這個字 這個字跟這個字 差這麼多 這個我小啊 這個研究所 這個有差啦 他說 之前 謝謝你常在 半夜 陪我談心 你們報名還會 通電話談心 會 往後 我的電話 還是會繼續的 還是會繼續 你別忘了 你有需要 弟弟 隨傳 隨到 樂 神正川 謝謝川哥 謝謝 那這一本 畢業紀念冊 我們會帶到高雄 對 然後給現場的歌迷朋友 好 留給二姐的一些話這樣 好不好 也謝謝大家 大家也都很辛苦了 這十七場 我想你們也可以好好 卸下你們的工具 我們一起來吃飯好不好 好不好 好不好 我超腰的啦 超腰的 因為他腳都太多腰了 腳都太多腰了 但是他有要平面聯訪嗎 平面先吃啦 先吃啦 我們在這邊拍張照啦 好不好 要拍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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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麥克風他們都放好了 Cable我們就直接站在這裡就好了好不好 麥克風給二姐喔 好現場我們開放我們電子媒體聯訪 有請 想請問二姐就是說 我們知道你在台上很ㄍㄧㄥ喔 盡量ㄍㄧㄥ住了你的眼淚 那你是怎麼做到的 然後下了台你哭最慘的時候是在哪時候 哭最慘的時候 這十七場來 是回到家還是在舞台後面就哭到不行 其實在下了舞台 還沒有回到 後台的時候 就已經哭得不成人樣了 對 因為是那時候是最 心裡面是很揪心的 嗯 那在台上你怎麼ㄍㄧㄥ的啊 感覺你好努力喔 怎麼ㄍㄧㄥ喔 我覺得ㄍㄧㄥ這件事情對一個歌者 他一定是要訓練的 因為 對 不能 因為有三十幾首歌 你不可能說 從第一首歌你就 你就一直哭一直很悲情 那對我而言 我也覺得說 呃不要太悲情 然後一直告訴自己 不能哭 所以呢在 7月25號 23 25 26 27 那前幾天 我完全不敢看 看觀眾 因為我怕我看了觀眾之後 我真的會哭慘的 然後後面還有三十幾首歌 但是我不能唱下去 所以今天晚上是 在台北的最後一場 我也是閉著眼睛唱 酒後的心聲 真的 因為我如果沒有閉著眼睛 光是看到他們的臉 我真的會 可能後面就毀了 對 所以 還想要問二姐就是說 這十七場的演出當中 你有 一度 某一分或某一秒 後悔要 封賣這件事嗎 還是 都沒有還是 有 看到 很多觀眾這樣子 的那個表情 我是真的很不捨 呃 但是我這個人是話說出去了 可能也就收不回來了 除 除非 張學友在借我的麥克風 哈哈哈哈 他有說要借你啊 二姐 他說我封我的 他 他借我 真的啊 也是個好辦法 這也是很多歌迷想要問 就是說 以後 因為你封麥克風 你以後還會出現在公開的場合嗎 譬如說公益活動 或者是廣告這樣的 讓大家看到你嗎 會 因為廣告是之前簽了很多 所以 我必須是要 呃 旅行的 那 出現在公益 公益 我覺得應該是接下來我要做的事 對 那很多粉絲很好奇 就是說 你封麥克風之後 最想做的事情是什麼 唱完了 高雄也唱完 你最想做什麼 最想做的 嗯 其實現在都還沒有去想這些事情 對 我想 可能今天晚上回去之後 明天的我 應該會很失落 嗯 還好我還沒唱完 我還有高雄還有八場 那 那 我 接下來我會好好的去享受這八場 對 剛好 VCR裡頭 很多的粉絲 建議你去談戀愛 我還是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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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玩笑的 真的就隨緣了吧 好不好 很多粉絲都會想說 那以後我們可以 呃 二姐跟她的聯絡 跟妳的聯絡在那個臉書 還會持續嗎 會啊當然會啊 因為 不能說就這樣 一走了之吧 我覺得 跟他們 跟他們 每天跟他們這樣子 在聯絡有互動 我覺得這也是我的生活 之一 我覺得非常好 對 嗯 好 最後就是說 想要請問 就是 請二姐給粉絲一段話 因為畢竟 就是 這是最後一次比較公開的談話嘛 算是媒體的訪問 那妳有什麼話 因為很多歌迷都沒有辦法到演唱會 買不到票 那妳對妳的粉絲還有什麼話說嗎 謝謝 我對我的粉絲 是 感到抱歉 然後 但是後來 他們也 一直都在我的臉書裡面呢 也在鼓勵我說 對二姐做的是正確的 那 我也跟他們講 我是比別人提早上班 所以我會提早下班 我是十歲就唱歌 所以呢 很多 很多十歲的小孩子都還不知道在幹什麼 那時候我就在唱歌了 所以我想說我沒有童年 那 既然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我的後半輩子 我應該要自己有好好的生活 對 所以這是我的決定 這樣子 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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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大家 都很辛苦了 用餐吧 用餐吧 謝謝小小姐 嘿嘿 謝謝小小姐 不意思 好的 多兇 謝謝手 五족 ор Qua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